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孙权称帝最晚 但他所建立的吴国政权却是历史最久的 一共存在了86年 三国争雄的舞台 孙吴政权之所以存在的最久 离不开以周瑜 吕蒙 陆迅 朱然 陆亢为代表的五位武将的鼎力支持 那么这五位主帅级名将究竟具有怎样的闪光点 相对于曹魏和蜀汉政权 孙吴的舞将这一群体又有着怎样的突出特点 在群雄争霸的三国舞台上 孙吴舞将群体又发挥着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 从事三国历史文化研究三十余年的四川大学方北辰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三国名将吴国偏知 吴将回谋 周瑜 吕蒙 陆迅 朱然 陆亢 这五位主帅级名将 身上究竟有哪些闪光点 我总结一下 刚好五个闪光点 第一个 人品 我在第一季 周一篇 我们整个节目的第一季就说到这个事情 周一的人品不是像小说里边 戏剧里边说的气量小 心眼小 还无良心 而是大方 大度 大义 三大天王 另外 像陆迅 同样也是如此 他当主帅的时候 最开始 将领们不服从他的指挥 但是 他能够容忍这些将领 但是对他们采与什么了 采取思想教育的上大课 最后 整个战争取得了胜利以后 他依然一点不骄傲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品 他们这些主帅级人物 不可能在战争当中 打赢战争 而且创造那样的战争的传奇 第二个散观点 就是意志 因为我们讲的孙武这五位主帅级民将 他们先后打了多次 以少甚多 以弱甚强的著名的战役 像周瑜 赤壁之战 陆逊 萧亭之战 石亭之战 朱然的江陵之战 陆亢的西陵之战 那都是以少甚多 以弱甚强 战场上打仗 两军对决 不是你一死就生我活 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面对数量比自己多 中火实力比自己强的对手 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 不要说上战场打仗 就是听到对方的风声 都会吓得来 就像举手图像 这种例子有啊 赤壁之战前夕 曹操才送了一只 这个很短的这么一个战术来 就吓得孙吾的这些大臣 张昭 这些就吓得了 就像举手图像 当然他们不说是图像 他们说是淫战 因此意志 品质 那是他们的闪光点 特别是两军交战的时候 他们其中有的战争呢 还坚持的时间在半年以上 像陆逊和刘备的这个对决 萧亭之战对决当中 坚持的时间还很长 因此没有意志 要是不坚定 不坚定 不像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 那是做不到 第三个亮点呢 就是智谋 我们说 周瑜把对决的战场 精心选择在赤壁 陆逊 把对决的战场 精心选择在萧亭 选择在石亭 这些都做了精心的思考 而这些思考都是在智谋指导下 运用智谋 做了深远的考虑以后 才做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在冷兵器时代 大家的装备都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战争很大程度上 就是一个智谋决定胜负的游戏 那么 孙武的五位主帅 先后打赢了那么多场战争 智谋 伟先 这种风格都是一致的 不是一个人 都一再都体现了这种风格 那么以上三点 人品 意志 还有智谋 那是基本层次的 基本层次的这个闪光点 下面还有两个闪光点呢 就是在智谋 这一个闪光点下面的分支 一个就是弟弟 这五位主帅级人物啊 在打仗当中 都充分利用了地理条件 我们说到周瑜在赤壁 陆讯 在萧亭 在石亭 还有陆康 在西陵的时候 在江陵北面 驻人工湖 那都是充分利用了地理条件 我们兵法的老祖宗 孙子早就说过 约过 不地心者 兵之助业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不知此而用战者必办 就是说地心是 地心是打仗的 很大的一个帮助 懂得利用地心的 打仗的就一定胜 不懂得运用地心 那么一定是 这早都做了总结的 所以这五位名将 先后打赢多场战争 他不是偶然 在这一点上 他们也有他们的闪光点 这五个主题之三 提炼的闪光点呢 就是火攻 火攻 在冷兵器时代 火攻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战术 我们说三国时期的火攻 相对于前面的东汉来讲 运用更频繁 而且运用的艺术手段还更高 前面我也说过 三国可以说是三把大火烧出来的一个三国 为什么呢 因为决定三国鼎立局面的三场 关键性战役 都是火攻取得胜 曹操 在关渡和强敌袁绍对决 曹操运用火攻 烧了袁绍的粮草取得胜 这一场战争决定了谁是北方的控制者 第二场就是赤平之战 赤平之战决定曹操的势力能不能进入南方 但是周瑜运用火攻 烧掉了曹操的战船 取得胜利 又是火攻 第三场呢 就是决定 孙武和刘备 两家的边界线 究竟划在了 稳定的边界线 究竟划在香江 香水 刘夷 还是划在西边三峡 最后 陆绍引用火攻 烧掉了刘备的军营 在萧停之战取得了胜利 又是用火攻 最后 把他们的边界呢 推到了三峡一线 三厂都是火攻 那么在三把大火当中 后面两把火 都是孙武的主帅级民将放的 一个是周瑜 一个就是鲁迅 所以这一个应该是他的闪光点 金戈铁马的三国舞台上 叱咤江场的将士究竟有多少人 相对于曹魏和蜀汉政权 孙武的武将这一群体 具有怎样的突出特点 百家讲道理 孙武政权地域不是最大 人口不是最多 综合实力上不是最强 但是方北辰教授却认为 相对于曹魏和蜀汉政权 孙武的武将更加强势 那么仁从雅浩三国探克的方先生 究竟是如何探究出 孙武武将强势这个秘密的呢 孙武的将领群体 包括这五位主帅级的名将 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将领 这个群体 总结起来 主题词只有一个 就是强势 我做这个结论 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就在下面 强势的第一方的表现 首先是表现在人员的数量上 我四年前呢 撰写一套书 叫三国志 全本经义著 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嘛 就对卫属三国的武将和文臣的数量 做了一个基本的统计 统计的对象呢 是以我这套书编定的目录为准 凡是作用比较重要 因而在 承受三国志的证文当中 列入了传记的 才记录 正传也好 副传也好 有传记的 这个才算 另外 三国的君主 三国的皇家贵族 还有少数族的首领 还有其他科技性的人员 因为 在当时在三国志里边嘛 也有一个传叫方济传 它是列了一些 当时的一些有专门记忆的人 这个我们也不算 也不算 那么如果这个人 既做过文臣又做过武将 那么我们以他最后认知来算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我给大家提一下 公布一下 孙武的武将 包括上面的五位 其他五位主帅 总数 八十名 文臣多少 文臣三十名 也就是说 文臣和武将的比例 是三十比八十 三比八 解禁 一比三 换言之 武将是文臣 解禁是三倍 这个比例 相信之下 是曹魏的情况 怎么样呢 曹魏的文臣数量 一百二十六位 武将呢 六十三 刚好是文臣的一半 反过来就是说 曹魏的武将 只有文臣数量的一半 不仅不由成倍 还是只有他的二分之一 苏汉的情况是这样 文臣数量四十一 武将数量五十一 大体是平衡的 武将略多一点 三国文臣和武将的比例 一比出来 我们心里边已经大体有个数 同时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了 这三个国家来比 谁的武将最多 第一就是孙武 孙武八十年 入传的八十年 曹魏才六十三 蜀汉五十一 那么这样一个数字 简单比起来 已经得到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必须说明一点 就是这个数字啊 还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 出现的 就这个入传的数量 为什么呢 这三个国家呢 我们说武将 一定跟这个国家的军队数量有关系 而这个国家的军队 又一定和这个国家的人口有关系 因此我们要弄清楚 他这个武将数量多 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我们还得把这一个基本的数字 军队数字或人口数字 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然后这样 他的这个数量的概念 我们就清晰了 所以作为一个知识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值得给大家说一说 因为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这个武将 讲了那么多的战争 我们要了解三国的话 要弄清楚人 这一个基本要素 因为三国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人创造出来的 那么三国有多少人口呢 在当时这个人口统计啊 那是有专门官员的 各个地方政府专门有统计人口 统计土地 以及其他相关的国家 基本数据的这么一个机构 在地方政府称为纪力 计划经济的纪 力呢 就是官力的力 纪力 纪力定期 对本地区的数字 做了统计以后 定期要上报到中央 中央有专门机构进行归种 这个归种的数字 就是我们见到史书上的 这一些户口的基本数据 我们现在统计局 这个计 实际上都从这个地方来 都从古代这一个 记忆力的计 这个地方来 蜀汉灭亡的时候 全国的数字 在测人口 那是有统计数据的 灭亡 这个国家 真是悲惨 灭亡的时候 全部 这些数据都要上交 相当于 作为 这个战胜国的战利品 在测人口 记载在三国的史书上 蜀汉的人口都多少 蜀汉的民众 民众仅有28万户 94万战测人口 落大一个蜀汉 只有94万 94万 当我们现在 恐怕只当于到一个县城的人口 控制的数量最少 孙武灭亡的时候 再测 民众的数量是52万户 230万人 也是上交了这个数据的 因为西京灭亡的时候 投降的君主首先就把这个东西要交出来 你的账本 人口有多少 那交出来 那么曹魏的灭亡的时候 民众应该是66万户 443万人 控制数量 人口的数量是最多 大体而言 孙武呢 是蜀汉的两倍 不管是户 还是口 都是蜀汉的两倍 而曹魏呢 大体又是孙武的两倍 是这么一个比例关系 三国民众 合计在一起 146万户 七百六十七万人 不到八百万 这是再测人口 七百六十七万人 我们北京 我们上海 北上广 那长度人口一半 都有这么多 但是就是这么多人 却创造了那么多 精彩的故事出来 演出了那么多 这一个风云 这一个翻卷的 这么一个故事出来 那么在这么多人口 这个人口资源之上 军队有多少呢 军队有多少 大体来说 三国国家的军队数量 是他们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基本上是十个人 抽一个人当币 那是这个比例 那么具体说起来 比较准确的数字呢 当然 三国时期是个战争时期 那是军队开陆的时代 所以军队呢 总体是军队数量 是国家总体势力的 基本指标 政治上面明确记载 蜀汉灭亡的时候 全国军队只有十万人 多一点点 这个数字也是要上报 也是上交的 就是作为战败国 像战胜国 交上的数据统计的话 人口 军队数量多少 蜀汉 十万人多一点点 孙武灭亡的时候 全国的军队 二十三万人 那么 比蜀汉呢 要多出一倍 这两个军队的数量 大力都相当于民众 国国民众的十分之一 曹魏军队的数字呢 史记上面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根据他的人口 四百多万的话 来计算的话 他的军队 全身 实际的军队数量 应该是在四十万人以上 那么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军队的数量 也和老百姓的人口一样 蜀汉 十万 孙武比他多一倍 二十三万 然后曹魏又比孙武 再多一倍 四十来万 加起来 人口七百多万 军队大概是七十多万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讲战争 讲武将的时候呢 应该有一个 我们今天在 作为 回顾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基本数据 在这个机会时期 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现在我们回过头 来看 孙武武将的数量 这个数字 孙武的军队数量 只有曹魏的一半 可是他的武将的数量 比曹魏还多 入转的 人物的数量 还比曹魏还多 这个显然 这个显然 这个他的武将 就太多了一点 就多了一点 所以我们说 这也是结论 就是说孙武武将的强势的表现 数量是第一个方面的 最清楚的 最绝造的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们 这个是一个方面 中国的四大发明 大家都耳熟能详 分别是造纸 火药 指南针 和印刷术 但有人说 中国还有第五大发明 这就是科举 科举有它自身的弊病 为什么还能被称为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科举诞生之初 究竟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百家讲坛 近期推出戏对节目 随唐考上风云 俗话说 扬兵千日 用兵一时 在三国中 数量占优势的孙武武将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刻 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他们究竟能不能承担起 军人保家卫国的天职呢 建安七年 公元二百零二年 曹操曾经以东汉朝廷的名义 下达了一封文告 通知 通知江东的孙权 老老实实你跟我交一个人质过来 从你儿子当中 挑选一个 送到北方来做人质 这件事情 引起孙武的很大的 一个震动 孙权最先是召集了一批文臣 江朝 秦端 一讨论的结果 没有主意 最后还是怎么办呢 最后孙权只有把周宇 主帅 一个人 请到他妈面前 老妈面前 商量果实 周宇就说 根据眼下的情况 我们绝对不应该送人质 送了人质以后 我们就被动了 应该静观待变 他眼下 他朝朝有问题 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静观待变 好 周宇的建议 周宇的建议 得到老夫人的批准 同意了 于是照此办理 整个国家的方称 就这么要老夫人面前开会决定 而其中主要的发言人是谁 周宇 第二条证据 就是赤壁之战 大家都知道 六年以后 曹操 出动了号称八十万大军 实际上是二十来万 进攻生物 这个时候 也是 曹廷先开会 开会 文臣都主张投降 迎接 当然不说投降 投降不好听 说迎接曹操 迎接曹操 但是 后来 周宇回来以后 在公开大会上 他坚决主张 抗战 列举了很多理由 大会开了以后 当晚 单独于生前 进行商讨 当晚的讨论 周宇就以 他掌控的城堡 就说 曹操军队没有八十 没有八十多万 周二十来万 因此 完全应该 采取 坚决抵抗 不要当阮国徒 他把孙权的计量国 挺起来以后 这场战争 就最终 就大响 大响 而且大赢了 第三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建安二十年前后 又过了七年 吕蒙 当时 已经敏锐地看到 虽然 我们孙武和刘备 两家打得火热 但是 我们在荆州的核心意义 一定会受到损害 严重的损害 而损害的是谁 就是我们现今的同盟者 刘备 所以他做了战略的策划 这个策划主要就是 趁我们现在力量还强大的时候 赶紧把金州 我们把它占领 占领了以后 怎么办呢 我们把兵力合理的配置以后 完全可以独立的应对曹操 不必依靠刘备 来帮我们在西边抵抗曹操 他的这一套战略设计 很快就得到了孙权的批证 并且成为对外政策当中一个国策 并且不久就加以实施 那么以上三个例子里边 我们看出前面两个主要的发言人 唯一的发言人 就是身为武将的周围 后面一个唯一的权威发言人 就是吕牧 我们说孙武将在对外事务当中 权力分享已经看到 那么在对内重大事务当中 他们对于国家权力分享 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举两条 最典型的 第一条证据 就是在黄武七年 陆逊先后取得萧廷之战和师廷之战之后 孙权 从当时的孙武的都城 武昌 移到下游 东边的都城建业去了 那么 西边的都城武昌 这个武昌就是现今的湖北的鄂州市 不是现今的湖北的武汉市 大家注意 那么西边的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太子 他的太子 还留下了朝廷的中书机构 行政机构 这些都有陆逊在那负责 陆逊具体的任务是辅太子 董都军国 董都军国 董是管理 独是监督 不仅管理 而且监督 军国的重要事物 不管是 不仅是军事 而且是国务 军务 国务 军务 国务 双尖条 那么这种格局 很像什么 就是孙武把他这一个领土 分成了两款 下游 孙权在下游的建议当大老板 那么陆逊在武昌 相当于当二老板 这样一种 当时陆逊的身份是什么 上大将军 上等的大将军 意思就是 纯粹的武将一个 但是 他直接介入 并且管理了国家的 对内的 行政事务 第二条证据呢 就是全军主帅的选拔 这一点呢 我们此前曾经 简单提到过 这一点我们把它做一个重要一点 就是国家全军主帅的选拔 当然属于对内事务当中 那个重大项目 但是孙武的 现任主帅 对下一任 后任的主帅 有很大的建议权和影响权 周围林史权 林史权推荐的是谁 推荐了鲁树 他死了以后 鲁树就当了主帅 鲁树 四天 又大力推荐 和 重点的 向孙权推荐过 鲁树 鲁树 这个鲁树之后 鲁树 也上升为主帅 鲁树 此前 也曾经大力推荐过鲁 陆训 所以后来 陆训又成为主帅 这种前任主帅 对后一任主帅 对这种推荐和影响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种链条 这也表明武将在对内事务当中的一个直接的参与权 综合两方面对外对内两方面的政绩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 在孙武啊 几乎所有的重大的军轨事务 都有武将在其中起作用 所以在众国家重大权力的分享上面 孙武的武将表现出来是非常强势 显示这样强势的情况 在三国当中 位数三个国家当中 孙武是独一个 在朝魏没有见到 在蜀汉也没有见到 但是在孙武见到 所以孙武是完全是独特的 独一份的 科举一个承载了太多历史意义的词汇 它为什么会诞生在隋朝 在它诞生之初 它又是怎样的面貌 敬请收看系列节目 与唐考场风云之科举诞生 三国之中 虽然孙权称帝最晚 但他所建立的无国政权 却是历史最久的 一共存在了86年 那么纵观孙武86年的历史 孙武的将领群体 在三国的历史舞台上 最终发挥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 他们究竟是具有正能量 还是负能量呢 历史作用要从两个角度去看 任何群体或者个人都要看 两个方面 一个是大和小 它作用究竟大和小 第二呢 就是它的作用就是正面还是负面 大和小方面来说 那基本上没问题 既然它在国家体制的层面上来说 是那么强势一个群体 它的起的作用当然不会小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那么是大 第二个角度就是正和负 这个就问题就稍微就要复杂一点了 那由于武将群体处于强势地位 所以这个群体当中 起决定作用的核心人物 他们的核心人物 究竟他人品怎么样 才能怎么样 他就直接决定到他的历史作用 究竟传达的是正能量 还是负能量 用我们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 究竟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观察 孙武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大体来说 在孙权死亡之前 以周瑜 吕蒙 陆逊 朱然等名将 主帅及名将为代表的核心将领群体 不断传送的是正能量 那大体是这样 那么孙武之所以能够从东汉 末年群雄割据当中的一个小政权 实际上东汉末年 割据群雄很多 割据的小政权很多 江东的孙氏政权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最初还并不大 最后变成领土 横跨 长江中游到下游 从长江流域 一直到岭南的南海 南半部中国领土这么广大的这么一个政权 武将群体 就是前期的武将群体 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非常重大的作用 他这个地域现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广大 就相当于我们现今的华东 华中 华南 南半部中国 很大 那么能够从小政权 拥有这么大片领土 他武将群体起了很大的作用 孙权死了以后 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 新出现了一批核心将领 开始大量散发的是负能量 负能量 那其中比如说我们 因为没有讲到 没有讲到我简单批 比较像诸国客 孙郡 孙林 这些将领 那基本上散发的是负能量 那么这种负能量造成什么 将领 就相互杀略 相互之间相互残杀 然后就是君杀臣 臣废君 不断连续上演 此前 孙吴新闻发达的这种上升态势 就开始加燃而起 开始向走下坡路 到了孙吴的末期 一位重新传述正能量的 核心将领 祖帅纪中出现 他就是陆逊的儿子 陆康 那么陆康呢 他所在的时候啊 孙吴的君主 是最暴虐的君主 孙昊在位的时候 如果没有陆康的话 孙吴早就该灭亡了 这个孙昊的暴虐 这种残暴 这次三国君主里边是少有的 少有的 但是就是因为陆康还能够在上游的荆州 苦苦的支撑 所以孙吴政权才一直苟延掺船 成为三国当中最后一个灭亡的 三国当中最早灭亡的嘛 是蜀汉了 二百年 二百六十三年 然后二百六十五年 那些曹魏灭亡 孙吴一直拖到二百八十年 公元二百八十年 他在最后一个灭亡 而其中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陆康的支撑 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东晋时期有人 有一个大神叫河松 他就感叹说是陆康存 云则无存 抗亡则无亡 也就是陆康完全跟孙吴完全是密集 修吴相关的 所以他的感慨 感慨是非常的深沉 那么我们这一集呢 题目呢 取名叫做吴将回眸 这个回眸嘛 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词 回头望野 回头望野 北纪域的长恨歌 有这么一句 回眸一笑百媚生 这个是形容杨贵妃 她的美貌 我们用这一句用回眸呢 假定用这句话来形容呢 我们可以形容什么吗 就是回眸一看 是百感生啊 因为回口一看 孙吴的吴将啊 又起正能量 又起负能量 那看了这些史书上面 这些记载 令人感慨往前 现在用一加二的 亚苏杰克的点评做总结 一是一句大百话 孙吴的历史是八个字 新也吴将 衰也吴将 二是二句七言诗 人量传书分阵 吴书独霸自唏嘘 吴书独霸自唏嘘 孙吴的武将啊 我们今天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